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队只获得一面男双铜牌 周天成和世界球后代子 资影虽然在南 女胆打八强止步 但亚运前最后十天若能调整得当 仍有机会为台湾摘下手面亚运与球金牌 日本对本届是禁赛一军突起 让昔日与谭霸主中国倍感压力 上届人穿亚运中国横扫男 女单鱼混双 女团四金 笑到最后 印尼包懒男 女双二金 南韩靠男团摘一金令有二银 二铜 日本收下一银 一铜 台湾则是二铜坐收 四年过后 男 女单不暂是中国优势项目 日本桃田贤斗协着世界冠军头衔 对中国造成极大威胁 女单和冰交 陈宇飞对战带资营也剧烈时 本届亚运中国要再斩获四金难度非常高 南韩暂时竞赛则是跌到谷底 神雕侠侣 孙玩虎 城池篡一位退赛 一位止步十六强 男 女双也无缘八强 台湾男双主要竞争对手印是中国 印尼与日本 仍有机会拼奖牌